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5月29日星期日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佳開啟的鐘仔 讓新片出來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鼎鼎廣告 有很多網友都想我講一講近日的日本話題 就去日出康城首都,拆錯主力場事件 已經有無數建築測量界的專家出來講關於這件事 如果我在這裏再撻伐他,也沒什麼意思 他都知道了 不論公司的Facebook、IG都已經刪除了 而且200看樓團的影片也刪除了 揭發這件事就是由連登有個Po 貼了200看樓團的連結上去 就問究竟是不是拆了主力場 條片無多久就撤為私人 連登仔好奇心更加大 之後就有人吐個Backup出來 如果是純體圖的話,就100%拆錯 照這樣看,物業就是日出康城首都六座中層一個B單位 實用面積681呎,應該只有兩個人住 所以將三房套房改成一房套房加個書房 將原本走廊的位置撥在房間裡 而廚房又拆了牆,改造開放式 先撇開一下是不是拆錯牆 我從來都不會建議朋友這樣改屋 除非打算的單位是住一輩子 設計是相當之個人化 將來resale亦都很困難 如果條片不出街的話 業主繼續住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有三個觀點想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發現開放式廚房 如果要拿正來做,是不適合消防例 以前的觀念就是開放式廚房不用明火就可以了 現在逢是做開放式廚房 消防署是不會理你是否用明火 但是要具備兩樣東西 第一是自動灑水系統 第二是煙霧感應器 還要駁到大廈的控制度 2011年之後建出來的新樓 所有開放式廚房都要跟這條例 如果是2011年之前落成那些 我想改開放式廚房那行不行 基本上大廈是沒有辦法滿足這些條件 改建那些是屬於偷計 業主認為如果不用明火 用電磁爐相對是比較安全 情況就好像市民沒有依照交通規則過馬路 沒事就沒事 有事你就自己想 另外我對裝修也有些研究 我單用手去突幅牆 我都分別到90% 究竟是主力牆還是普通的間隔牆 如果是用專砌普通的間隔牆 你突下去是會有回音的 如果是主力牆 就有混凝土和鋼筋 你打下去是實的的 我不是專業的都知道 他們經常都做工程 他們怎會不知道那幅是主力牆 設計師還要特意提到 主人房和客戶之間的那幅牆 是主力牆 所以就不能拆才拆這裡 況且主力牆是難拆的 你拆拆看到鋼筋 你都沒理由繼續拆下去 但我又遇過一宗例外的案件 就是去看一間三十幾年的樓 他的圖都說 廳和房間之間的那幅牆是主力牆 我踏過之後發現那幅牆的左右不同聲 大概在走廊隔離兩三尺左右 應該是專砌的 我朋友跟我說 住了這麼多年 單位都沒有改過間隔 那時不以為意 但剛剛這件事又讓我想起 會不會有偷工減料的情況 最好就是樓上樓下的業主 找隻手踏一下那幅牆 究竟是不是實的的 會不會預製組件出現問題 一直都沒有發現呢 今天屋宇署加上設計師 找管理處一起上去上面 拿著支架去做大龍鳳 應該很快就會有報告 最新消息的業主原來是一個地產代理 正常應該不會犯這些錯誤 第三樣東西 我覺得地鐵旗下的物業管理公司 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首先每一個工程都需要放下按金 和登記裝修公司的名字和聯絡 他們也會給一些指引裝修公司 正常來說 裝修期間 座經理或座主任 都需要抽時間上去看一看 這些都算 當你是佛系管理 當裝修公司退場的時間 他要去管理公司退回按金 那你為什麼要拿按金 就是看他做的事有沒有違反大廈公契 那你一定會入屋裡看看 如果管理公司退回按金給他 即默認了他所做的事沒有違反大廈公契 另外中原公佈了過去的周末 十大屋苑的成交中數只有5宗 但我發現原來他在玩數字遊戲 他是加上佛誕總共3天才錄得5宗 看回尼家國和美聯公佈的數據就一致 過去的周末就成交3宗 加上佛誕總共成交6宗 看回以往的數據 十大屋苑周末成交量跌破雙位數已經很安靜 現在加上都是假期 數了都只有6宗 你說恐不恐怖 另外猜口物業股價署在今天公佈了4月份 私人住宅樓價指數報354.2 按月升了0.54% 年升4個月 創了去年7月的水平 今年頭4個月 私人住宅指數累升了5.83% 猜口物業股價署的數據 是看土地註冊登記 根據律師樓一般的操作 簽了臨約之後 14天內就簽正式買賣合約 之後才拿去登記 所以它的數據 可能有一部分是3月份的成交 況且期間有這麼多發展商 高湧、現金回贈、代繳引花稅 這些全部猜口物業股價署是錄不到的 為什麼發展商會樂此不疲 不減價而做現金回贈或做高湧 就是有心擾亂政府數據 另外4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178.2% 按月上升了1.42% 今年頭4個月合共上升了1.54% 我們再講講二手的涉案個案 第一間是西貢日龍海匯 一座低層支 852呎 在三房套房加工人房山景 賣了1040萬 1200元一呎 業主在2020年用了1165萬 買入次貨三年 第二間是將軍澳的都會站 二旗十座中層支單位 897呎 四房買了1478萬 業主在2019年用了1529萬 買入次貨四年 將免虧了51萬 第三間是馬安山的聽陶雅院 有間二座低層H 760呎 買了940萬 一萬2300 業主在2020年用了991萬 四房買入次貨三年 帳面又是虧了51萬 數到第四間是白石角的嘉熙 今個月的手中成交 有間三座低層D 440呎 買了700萬 業主在2018年用了807萬3千買入 次貨五年 帳面虧了107萬3千 等於13% 去到第五間是屯門的聚康山莊 有間五座低層F 445呎 買了585萬 是今個月的手中成交 業主在2019年用了595萬買入 次貨四年 帳面虧了10萬 數到第六間是日出康城的馬里布 有間1A座高層B室 848呎 買了1368萬 一萬六千元一尺 業主在2018年用了1474萬 次貨五年 帳面虧了106萬 這間真是便宜 景觀好漂亮好開陽 數到第七間是沙田的碧桃花園 二旗B座高層D室 760呎 河景 賣了905萬 業主在2020年用了978萬 次貨三年 帳面虧了73萬 另外有間名賺實事的居屋未保地價 就是天水圍天成縣 有間G座低層三室 517呎 賣了400萬 業主在2020年用了393萬8千買入 次貨三年帳面賺了6萬2千 但購買洗費要虧十多萬 而且喪失了一生人唯一一次享有資助房屋的機會 另外市場有消息 曾經戚測馬場的高銀金融前主席潘蘇通 名下的中半三付匯豪庭單位 論為銀主盤 物業是一座高層AB室 實用面積3738呎 屬於雙年單位 可以看到開陽的維港海景和中環雙下 屬於優質單位 最近銀主叫價2億 潘蘇通在2008年用了1億2千萬買入 再加上他2006年用了4千631萬買 樓上一個B室 整合成雙年複式 三個單位總面積加麻達5543呎 他自己曾經在大宅居住 有代理透露 潘蘇通首持的三個單位 透過不同的財務公司加案借貸 所以銀主放盤的步伐不一致 現在這個AB商年在2021年已經開始 向不同的財務公司加案 最多一筆借款上限達到1億4千5百萬 物業做了複式 即是開了樓梯上去 如果不是同一組人買 那就要填回它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 按LIKE和SHARE 再加上開個鈴鐺 如果方便的話 鼎鼎廣告